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現在啊 電腦的SSD越做越大 相信很多人在買筆電的時候 可能拿到機器會發現 整顆SSD或硬碟只有做一個C槽而已 沒有做D槽 那對一般人來講 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你就分割目錄就好對不對 但是老實說 像我這種用電腦多年的人來說 不管你買一顆硬碟或兩顆硬碟 我的習慣還是會分個C底槽 如果你有兩顆硬碟那是最好 那如果只有一顆怎麼辦呢 如果你想要在現有的磁區裡面 再割個D槽出來 你可能只能整個格式化掉 然後再重做磁區 當然老實講是非常麻煩 其實現在啊 有很多軟體 可以在你的硬碟或SSD 有系統的狀態下 去多切顆磁區的 不過呢這些軟體啊 那今天阿達為大家介紹一套軟體 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免費軟體 那連結不會放在下方 大家自己去下載安裝 在開始之前呢 阿達要先用幾個提示 第一個 你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呢 系統最好先備份 那第二就是你的資料也最好備份 如果說你的電腦已經用了一陣子 現在想要做切割的話 你就先做一個持續審理 在Windows裡面呢 它就有持續審理的功能 建議你先做完之後再去做 這樣子成功率會比較高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直接實作 傳統來說啊 你如果要再另外重新切割的話 它可能會毀損到你的持續 那現在有一些工具 像澳美啊 還有一些免費工具都可以用 那我個人今天推薦另外一套 叫做Ion Magical Partition Resize 那它下載也不用費用 實用也不用費用 好 那我們首先先下載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 下載的地方看 這邊我們就直接 接它所有的到這邊 那接著就是這些 完成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視線關起來 進來之後大家看一下 這位上方這裡有個 起火跟立體購買 那這邊可以不用管它 如果你是個人使用的話 好 那下方這裡 就是我們電腦裡面所有的磁區 那以這台掌機來講 最後一顆硬碟 前面這幾個 全部都隱藏磁區 然後系統都藏在裡面 這個不要去動它 不然到時候Windows掛掉 連重灌的機會都沒有 好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準備要處理的磁區 那我們要處理它的話 就在上面按右鍵 那這裡有幾個可以選 第一個是調整跟移動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用調整 我們先把磁區縮小 然後再創立一個新的 合併的話就是說 同一顆硬碟裡面 你有割CDE B槽假設較小 然後也沒什麼在用 你想跟B槽合併的話 你就可以把B槽資料清掉 然後兩個把它合併起來 複製分區的話 就有點像Clone 像以前那種Ghost 我們可以把詞去整個複製起來 下面這邊呢 就還有刪除格式化 之前阿達有分享過 像Color Edding 譬如說它做完隨身碟之後 它裡面會有端 有的沒有的分區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介面都是中文的 所以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直接選這個調整 那調整的時候呢 旁邊這裡可以拉 我把這邊拉 那我這邊拉到 有300G給稀草 那這邊就空了 那我們先確定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一個1.5T的空間 再創建一個 然後這邊是NTFS 持續的名則我們可以直接取名 取名完之後 這格式就不要變 我們就直接按確定就好 它就會有兩個 準備變動選項 我們就按應用變更 再確定 接下來它會重開機 我們就等著它跑 跑完就OK了 開機完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持續分割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 C槽300 D槽1.5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 Steam的遊戲全部都灌到D槽 然後C槽的備份 也可以直接存一份在D槽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工序非常好用 而且它也不用錢 那推薦給大家使用 看完以上教學 相信大家都已經學會了 那阿達再三強調一下 這個軟體呢 在使用之前 你重要資料一定要簽備份喔 如果喜歡這段教學呢 也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需要的朋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這次 咚 ff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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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